觀眾朋友歡迎你回到 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我們先歡迎 剛剛飛車趕到的黃偉翰 是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偉翰你知道上個禮拜五 整個莉苑內臟亂飛 充滿了一股腥臭味 外界就說這是最血腥的一場 莉苑的總質詢 裡面有幾個明星 有幾個被受到關注的政治人物 包括陳柏惟 陳柏惟他在這一波的 這個潑內臟的風波裡頭 他被鎖喉了 他說這一波正是潑在 台灣人民的頭上 他罵的是國民黨 他說你怎麼可以把 我們台灣最珍貴的 我們台灣豬的內臟 我們每天都要吃這些黑白切 怎麼可以潑在這個議場上 這個是對台灣人民的不尊重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我看到有人講說 這是最血腥的國會 我算是採訪過約很久了 我覺得最腥臭的可能是 他沒有血 他不是帶血的這些器官 丟到地上都是血 沒有 他有那個腥味 而且以腥味來講的話 魚一定比這個 現在是在補腥味 沒有 下一次如果還有 譬如說台日漁業條款 如果我們的釣魚台的魚場 你現在是在嬌人 我不是嬌人 我就跟大家講 我就就事論事的說 過去記不記得有一個副總統 大家可能都忘記了 他叫微笑老蕭 有沒有 他為什麼叫微笑老蕭 淺子你知道嗎 因為他每次都笑笑的 不是 是因為他被砸了雞蛋 砸到滿身都是雞蛋 他還笑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去WTO的時候 有關這些農民去抗議的時候 雞蛋丟過來打他臉上 那雞蛋是不是吃了東西 我覺得他真的滿厲害 因為有時候抗議場合裡面 那個雞蛋我們有去採訪過 那雞蛋很臭 因為他們故意用臭掉的雞蛋砸他 結果他笑得出來 我跟大家講 雞蛋就算本身不是臭掉的雞蛋 他是本來是正常雞蛋 他破掉以後在太陽這樣日晒 因為我被雞蛋打過頭髮 他會變很臭 很快就臭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國民黨在潮的時候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抗爭從來沒有掃過 當國民黨在潮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雞蛋也從來沒有不飛過 雞蛋其實也是食物 我不是說我贊成國民黨這次 丟這些豬腸什麼 而是說你要講他很血心 那我要先講他沒有血 第二個他確實是很新 他在現場的這些畫面 也讓這個蘇貞長應該很錯誤現場的很多立委 他們可能也嚇了一跳 但是因為討論的就是有關台灣的豬 跟未來美國的萊豬的議題 所以國民黨可以說是放大絕 採用終極手段 現場就丟這些豬腸 豬心 豬肝 豬肺 全部都是豬的東西 我必須想要 如果說以我自己的看法來說 我覺得這個突襲算是很成功 你可以看到鄭立委 他拿那個紅色的桶子有沒有 他走上前去潑那一大桶 豬的內臟 那個時候台上的那些人 他還以為那是水球或是水 結果大家一看 全部都是內臟 大家嚇了一跳 他們其實是嚇到了 我們可以看到執政黨 或者是說有一些媒體 包括中央社在內 他發表的這個 昨天其實很多新聞都說 BBC 外媒都說 台灣的這個國會惡名昭彰 豬內臟亂飛 很糟糕 可是我覺得這個在野黨的杯葛 是有道理的 為什麼國民黨我覺得 他這一次做的算得分 因為這個才能凸顯 人民可能不希望萊豬進來 這樣的立場 就是把他鬧打 然後讓國際媒體來注意到 某種程度是成功的 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先不要把這個焦點轉 因為我們今天鎖定這個人 是陳柏惟 我們剛剛那個話題 拉得比較高一點 但拉回就是現場 站在過程當中 我很仔細的看 因為我們當立法院記者 都要去看那個袋子 或是我們在二樓往下看 到底誰打誰 誰先動手 誰會打很重要 3Q哥陳柏惟 一個要打35個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他有特別去Tag那個林維洲 在前一天的時候 直接我也不知道幹嘛 就像有時候我Tag朱學恩一樣 我一定是有事針對他 我才Tag他對不對 因為你愛他 對 我愛他 那陳柏惟應該就是 嗆林維洲來 你要來 你就來 我一定可以打你 他有Tag林維洲的一個 尾翰 林維洲老到義莊 他幾歲 我覺得他滿有力的 林維洲五十幾歲 有 19歲 他快60了 整整多陳柏惟 24歲兩輪 林維洲一歲就60了 林維洲阿伯是滿有力的 你看他鎖 六十老漢 人就推車 好不好 一樣可以把這個陳柏惟給鎖 注意尺度 我們現在看在陳柏惟的臉書 他隔天就寫這一篇說 謝謝大家的關心 我一切安好 我現在還在跑地方行程 很多人都來問他說 你有怎麼樣嗎 他說沒有 整柏惟好 都沒有缺半腳 沒有缺半腳 我來台語翻譯好了 沒有缺半腳 因為台中海線的立委 一定要用一點 因為委漢是台中人 怎麼都沒有缺半腳 缺腳就是缺腳 缺半腳就是 怎麼都沒有缺半腳 不是缺腳 不是缺腳 看起來沒辦法黑眼 好好 整柏惟好 他意思說我很好 我沒問題 他說我整柏惟好 不用擔心 不用替他擔心 他整個人都非常的好 這有押韻的 為什麼他要做這個動作 就表示說 你看他嘲笑 等著在等著嘲笑 整柏惟好 都不用擔心 他就有押韻的 整柏惟好 都不用擔心 謝謝 你好適合模仿陳柏惟 台中 他根本不是台中 他是高雄 對 他高雄人 對 他是高雄人 他是從高雄選的議員沒選上 才去台中海線選的 好 所以其實 陳柏惟也要自己解嘲 跟他的這個制則講說 辛苦了有沒有 就是很多的 當然 他也有他的支持者 但問題就在於說 我剛剛有講了 剛剛還沒把他講完 59歲的林維州 他tag他就下面是弄了一個王世賢 他演那個角頭的 為什麼就判 就是意思就是說 你來 你來啊 好的意思 沒想到居然就當場被鎖 林維州 當然林維州 我過去一開始採訪他說 他其實是民進黨立委 很多觀眾都不知道 他以前是民進黨立委 在阿扁總統的那個時候 他是很挺前總統阿扁的 從2000年到2008年那一段 後來因為出現了這個 阿扁的家族的一些弊案 他就覺得對民進黨失望 後來他才轉到國民黨 59歲 那江啟成不用講了 江啟成那個照片 等一下如果沒有看 我等一下廣告時間都給大家看 有沒有江啟成穿小短褲的照片 趕快秀出來 他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蛙人 好不好 他基本上練了這個六塊腹肌 而且江啟成 來啊 1995年江啟成 好年輕 他像矮龍的 他現在其實差不多 他現在其實也差不多 你下次有遇到他 你可以摸看看 可以摸他的胸肌嗎 他的胸肌跟腹肌都還在 好 我可以 我不知道你行不行 所以他是有練過的好不好 他是有練過 1995年 各位觀眾朋友 1995潤八月 當時他在金門的時候 每天很緊張的 聽說遺書都寫好了 那時候就交代 每個人都要寫 可是陳柏惟好像沒當兵 陳柏惟是怎樣 據說有一派說 他自己說是守彈藥庫的 就是大家都上戰場死完之後 還要去他那邊領彈藥的 很重要的彈藥庫 所以陳柏惟是不自量力嗎 他居然敢挑戰這個海龍的 是不是 沒有 所以你自己要 講說一個打35個 所以我才看有一個 網路的知名的評論家 叫朱學恒他在講 數學不好 然後國文也不好 然後打叫又打不贏 你是這樣寫對不對 是 因為數學不好 是因為他減錯 明明國民黨有36個 38減2有兩個人抓去關 他忘了也算 38減2等於35 對 因為之前有關涉案的問題 有沒有 蘇振青民進黨被收押 國民黨有廖國動跟這個 就是陳什麼超 陳明超 陳高超 陳明超 對不起 我忘記國民黨立委的名字 有兩個國民黨立委被收押 中的只剩36個 但陳柏惟應該有看新聞 沒有 他算錯了 吳思懷還坐輪椅 他的追尖盤有問題 然後葉宇蘭還跑去住院對不對 他兩個不能打 你要怎麼打 可是不管35人還是36人 至少第一個打三個對不對 陳柏惟都把女性的立委給算進去 對不對 大家同意嗎 因為不管35或36 把女生都算進去 他是要單挑誰 單挑男生也不算 還有女孩子 女孩子許淑華 搞不好就可以把他撩到 不要忘了許淑華是跆拳道高手 許淑華他是南投縣的 跆拳道協會的理事長 我本來就認識他 我很早就認識他了 他在南投當市長 我認識他了 雖然他當那個理事長 可是直到他對邱毅寧動手那一天 我根本以為他理事長是掛名的 沒想到他真的是有 那我跟大家講 我跑國外新聞 但我也不是很樂見大家動手動腳 那一天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這一群都是國民黨的立委 然後因為要抗議民進黨 勞基法的時候 他那時候他就帶了自己的 小蜜蜜麥克風在腰間 這裡有一個 不是他 是李燕秀 李燕秀現在已經不在 李燕秀在這裡 邱毅寧就能衝進敵陣裡面 去搶他的麥克風 要弄掉他的小蜜蜜 結果許淑華從外面衝進來 一記當天衝進來 馬上就一個天羅掌啪一下以後 是真的打了 邱毅寧當時他有嚇到 因為過往都是邱毅寧 站門或是他兇別人 很少他被兇 因為他的個子也不小 所以那一次以後大家發現 原來南投的 跆拳道協會的理事長許淑華是 所以從那天以後就 有人叫他神力女超人 是因為這樣來的 所以後來他去幫韓國瑜站台的時候 才會穿那一身的衣服 其實過去邱毅寧在立法院的表現 很多人說他是小辣椒 就是他形式風格非常強烈 不管是嘴上不饒人 體力上面 比如說踹門等等的事件 看起來都非常的強悍 現在大家都說新一代的女戰神 你看到許淑華很厲害 他真的是臉頰子 不過現在國民黨出現了 新一代的女戰神 這個人是誰 今天他其實在立法院也有表現 他叫做鄭麗文 也是大家的好朋友 他除了在禮拜五的那一場 內戰 內臟雨的這個表現 這個30分鐘不差點 然後不斷的 這個連株炮式的質詢 蘇貞昌之外 今天他在立法院的後續 他也講了一段話 並且跟民進黨籍的周春銘 發生了互拍桌的事件 來看一下 剛剛周春銘 你是不是說打架貨賠就丟出不要 我們可以不要打架嗎 誰要跟你們打架 所以民進黨就是擺明 要來打架就對了 民進黨就擺明 禮拜五要來打架 我們不打就對了 所以不高興就對了 沒辦法打架 所以不打就對了 那個 講到那麼爽 講到那麼爽 你講過分的你啦 你才過分的 你才過分啦 民進黨再過分 你不要再掌 你不要再掌 你更過分 更過分 你才過分啦 誰過分 你在執行時代 我可不可以插著 沒關係 你下次衝衝 那個插著也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這樣 好 我們要打上警語 就是不鼓勵大家吵架 也不鼓勵大家打架 不過我必須講 剛剛那一段畫面 很像小學生在吵架 我們小時候 小學生 女生 說你怎麼樣 我要跟老師講 你怎麼樣 一樣 沒有 我們是建議以後立委 要去質詢的時候 都帶那個金塘木 有沒有這樣 這個感覺比較好一點 不然現在大家都用手在那邊打 因為你DJ有沒有 啪啦啪啦 噗噗噗 而且手會痛 是 所以我們這樣講 這就是一個延續的效應 那最近民進黨的立委 可能是因為執政了 所以感覺戰力減弱 譬如說我原來以為 周春明不惜衝突 結果政立委員站起來 你幹嘛站起來 還說你坐下 你坐下 你不要站起來 大家文雅一點 這個令人覺得有點失望 因為我不像韋漢一樣 韋漢是跑立院新聞 他政治線記者 我個人是一個摔角民 我個人就覺得 哪裡有機會打就打 就在現場能打就打 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不好 金語先出來 無聊立場 好 但我的意思說 陳柏惟為什麼現在變成一個 專注的標準 就是因為他嘴真的很秋 他嘴秋到什麼程度 第一個 你知道當天在開打之前 他臉書上還貼 速度 速度 豬呢 怎麼還不趕快把豬拿出來 結果他講的是那個道具豬 結果吹到最後 人家一勒緊 康當一聲 連倒地都沒有聲音 他就悄悄的脫離戰場了 脫離戰場之後還是很秋 因為打架打不贏了 他在臉書上就說 中國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我想說國民黨早倒了 不知道多久了 結果你唯一的反制件是這個 然後在接下來兩天到三天之內 連發七篇文 就是人家馬寶國有什麼 閃電五連編 陳柏惟有發文七連編 發發發發發發發 後面還呼籲大家去參加親子活動 我想說怎麼搞的 然後還吃海鮮麵 海鮮麵的老闆還是越南人 你真的很注意他 因為太好笑了 我這幾天你知道 馬寶國已經被共產黨管制 不能再露面了 我現在只剩陳柏惟可以看 你知道他接下來又講 他說你們這個中國黨很爛 你用那個砸碎是中國的稱呼 但我們要說的是 陳委員沒有做功課對不對 我國海關的進出口稅則裡面 砸碎就是其中一個分類 不然怎麼樣 所以台灣海關也被握底 我們也是中國海關 就不是 你認真做功課 你就知道美豬的議題 可以有很多個面向討論 但不要一倍鎖喉 就我們這樣講 人家有人說什麼酒量不好 就一杯倒 他是一鎖就倒 然後事後又很氣 又說什麼沒辦法 你不要看什麼 中國黨如果飛越我的領空 我就把你摔到地上 我們先講 我要重摔下地 陳柏惟摔的那位正天才 是一名高齡63歲的阿伯 35歲 然後你唯一在裡面成功打倒的 是一個63歲的阿伯 我都不知道 這是 這怎麼搞的 台派現在的戰力 就是專打老阿伯 然後贏了之後 在他的平行世界 你去看他平行世界 大概全台灣所有台派 都跑到他那邊去了 都說柏惟你不錯 柏惟你竟然可以把 凌維洲打倒 我想說 Excuse me 你真的看到凌維洲倒在地上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隻手是凌維洲的手 因為其實有衝突 凌維洲就把他架裡 然後鎖喉應該三秒吧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臉 整個脹紅 整個脹紅就立刻就是痠 是不是 就溜走了 有先講我們可能 請陳柏惟要檢查一下血壓 他罵人也脹紅 鎖喉也脹紅 這個代表血壓可能有一些挑戰 我們建議他要好好照顧自己身體 這個我們這樣講 原來陳柏惟本身 我今天其實一直錯看他 他其實是一個環保小兼兵 就是他一直強調他去那邊 也不是要打架 他就是為了要從地上 把這個垃圾撿起來 我覺得台中第二選區的選民 非常令人敬佩 因為你們花了那麼千辛萬苦投票 選出來一個環保小兼兵 大家都在論證的時候 陳柏惟在那邊撿垃圾 我感覺不錯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 立委的表率 所以希望柏惟以後 可以好好的提升自己 下次可以像民進黨很多委員一樣 一手可以抓住豬場 而不是撿個垃圾 就被人家鎖喉了 然後就跑去到處討拍 那就算討拍又怎麼樣 如果今天你要抗中保台的話 你要告訴大家你能打 願意打 可以上戰場 而不是讓我們看到 一個大你24歲兩輪的林維州 稍稍勒一下 你就沒有辦法繼續作戰 這個讓人很擔心 將來要怎麼對抗解放軍 我們最後還是補充一下 但是柏惟沒有輸 我找了很多辦法幫他脫罪 不是 幫他脫離這個窘況 就是他沒有被國民黨打倒 因為林維州以前是民進黨 所以勉強來說 他大概還可以講說 打倒我的不是國民黨 是以前是民進黨的林維州 而且你知道 我在發這篇文之後 林維州還跑來留言 你想說阿伯應該很嗆 很殺對不對 結果林維州在底下留言說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救正天才 也就是你被一個沒有什麼戰鬥力 沒有戰役的阿伯經過 勒了一下 他只是要去救地上的正天才 然後你就倒了 這個讓人真的有一點遺憾 不過被大家指出說 他數學不太好 把國民黨的立委 席次算錯的陳柏惟 他今天其實就在臉書上開直播 其實應該是昨天 他說沒有關係 這次我還是可以打36個人 我們就看他怎麼樣來打36個人 而且其實老實說 我們要嚴肅一點說 在立法院不是靠打架的 也不是靠你很秋 很秋你就贏 你要為人民看守的是什麼 是健康嗎 是我們的財富嗎 應該不是這樣 有 他之前為人民看守了很棒的東西 他說我們應該要請香港人來台灣當兵 這真是一個充滿了智慧 讓大家都紛紛非常佩服的一個質詢 而且質詢完了之後 他還覺得自己很對 你看滿久不就這樣 但我們要講的是 台派應該有很多值得尊敬的人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說他看守了什麼 保守了什麼我真不知道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陳柏惟他到底怎麼說的 動手的第一時間 就像正天才穿越海峽中線 那我如果不讓他重重落地的話 就對不起台灣人的尊嚴 我的態度只會比現在更強硬 上次說一打35讓我可以站著離開 我下次要挑戰36個 天啊 他說下次要挑戰36個 然後站著離開 沒有 我想他應該可以挑戰非得離開吧 既然都已經把正天才描述成解放軍的 殲七殲十的話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我們真的反對暴力 但是我們也反對把自己幻想成太強 事後讓很多人失望的一個狀況 如果我們的立委嘴這麼秋 問政不會 三天兩頭問政出錯 這也出錯 那也出錯 然後只剩下我要一打多少個 對不起 我也查了一下 整個陳柏惟從以前到現在的戰史裡面 只有吳怡丁 也就是國民黨的一個不分區 女性立委說 我懷疑我被這個陳柏惟碰到 陳柏惟說我絕對沒有碰到 他一根頭髮 我覺得你應該這樣講 台派要夠秋 真動手隨便你就動手 你不要事後會變成一個環保小兵兵 一個班上小班長 就是我絕對沒有動手 我是去撿垃圾的 我只是不小心拉到正天才 把他摔倒在地 我們這樣講 這個打架有武德 要動手就承認 不要再逼 黃友漢要幫陳柏惟講話 因為我剛剛看柏惟在講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第一時間 他是說什麼 他說我在那邊撿朱腸 結果正天才過來 我把他手撥開而已 所以他不承認他動手摔我 他沒有過肩摔 現在就變成是說 他飛越海峽中間 我一定要把他擊落 那到底你是把他手撥開 還是把他擊落 那第二點剛剛學人在講 我就跟大家講一個例子就好了 我以前在採訪的時候 因為我曾經2004年有去雅典奧運 我在黃志雄當立委之前 我就認識他的 奧運的跆拳道銀牌 他當立法委員 那些年從來沒有在立法院動手過 他真的可以一個打5到10個 奧運的跆拳道銀牌 他飛起來可以踢到 比足球人的頭還高的地方 如果這樣要打的話 可能會打死人 立法院不是用打架的 我們這個譴責暴力